除了投资股票以外,近年来,期货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投资商品, 而其中又以台紫棋最为投资人所喜爱, 而这也是期货市场中交易量最大的商品。 之前我们有做过一支影片介绍过小台紫散户多空比, 那台紫棋跟小台紫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的影片就带着各位学员一探究竟。 嗨大家好,我们是口袋小学堂的制作团队。 从零开始一步步教你基本投资概念, 学习正确的投资观念与知识后, 你也可以迎接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 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台紫棋,全名为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期货, 俗称大台,是由台湾期货交易所所推出, 以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作为基础资产的期货产品, 并且是以现金做结算。 由于台股大盘指数是无法直接交易的, 台紫棋便成为根据此指数所设计出来的衍生性交易工具, 该指数可以用来投资台湾股市整体表现。 而台指棋有两种规格, 分别是大台指与小台指, 代号分别是TX和MTX。 小台指就是小型的台指棋, 合约规格与每点的价值都是台指棋的四分之一。 因为小台指的主要交易者多为散户, 所以常常被拿来追踪散户的动向。 我们之前有做过相关影片介绍小台指散户多空比, 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又上缴资讯卡。 这边我们将大小台指的差异整理成表格, 可以看到两者在交易时间, 结算日与涨跌幅的限制部分皆相同。 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是, 两者在保证金上以及跳动单位价值是不相同的。 虽然最小跳动单位都是一点, 但是大台指每跳一点,价值为200元, 但小台指每跳一点价值为50元, 投资人必须特别留意。 前面有提到, 台指其是投资台股大盘指数的一个商品, 那价格与台股大盘的走势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来说, 当台指其价格高于现货时, 称为正差价, 表示多方向上攻的企图较强烈, 续涨的可能性高。 反之, 当低于现货时, 称为逆差价, 表示空方做空的力道强劲, 持续下跌的可能性高。 不过台指其与台股大盘之间的差价, 也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市场流动性、 交易量、 成分股权重、 法人及大户的资金布局、 除权席等等。 因此, 必须要综合考量多方面的资讯, 才能够准确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下几个指标可供投资人参考。 一、位平仓量, 表示市场上尚未结算的合约数量, 反映出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持仓意愿。 位平仓量高, 表示市场交易需求越旺盛, 越容易推动价格变动, 而当位平仓量越低, 则表示市场上的交易需求低迷, 越容易使价格陷入盘证。 二、三大法人未平仓部位, 表示外资、 投信和自营商在台湾期或市场上的交易情况, 反映出法人对于市场走向的预期和策略。 台指期和台股大盘之间的供需关系, 会直接受到三大法人的买卖力道影响, 进而让价差影响产生变化。 三、大额交易人, 表示台湾期或市场上, 持有一定比例以上未冲销部位的交易人, 反映出主力, 大户在市场上的动向和布局。 而大额交易人通常具有较强的资金和市场影响力, 他们的操作行为会对市场产生引导作用, 或是造成压力支撑。 期货的单位是口, 而台指期身为期货的一部分, 也就是一口作为单位。 闭口台指期的期货合约价值, 等同于商品价值成每点期约价值单位, 也就是台指期点数乘以200元, 假如台指期在15000点时买进一口, 那么总合约价值就是15000乘200等于300万元。 期货交易是建立在交易保证金上的, 用意表示双方都具有保证旅行契约的能力。 进行期货交易前, 需要先将足够的资金转入保证金账户, 与股票交易不同, 台指期的入金必须在交易日或之前完成, 这部分投资人必须多加留意, 否则可能会面临平仓或强制结算的风险。 台指期的保证金分为三种。 一、原始保证金, 想交易台指期商品的话, 需要于交易前先存入账户的一笔款项, 是投资者参与交易所需的最低保证金金额。 二、维持保证金, 投资人在交易期间, 必须在交易账户中维持的最低保证金。 若投资者的账户资金低于维持保证金的水平时, 就需要追加保证金, 才能维持交易的有效性。 三、结算保证金。 台湾期货交易所为了避免期货商可能会有违约的风险, 向期货商收取的保证金。 以下帮大家整理出大台指与小台指保证金表格。 在台指期中, 原始保证金的金额为 大台指期原始保证金是16万7千元, 小台指期原始保证金是4万1千750元。 而维持保证金的金额为 大台指期维持保证金是12万8千元, 小台指期维持保证金是3万2千元。 在期货交易中, 杠杆通常使用保证金实现, 杠杆能让投资者放大投资回报或亏损。 而保证金跟杠杆之间的关系在于, 原始保证金决定了投资人能够使用多少杠杆, 当原始保证金越低, 能使用的杠杆就越高。 杠杆效应公式如下, 基础资产价值除原始保证金等于杠杆倍数。 我们假设大盘点位为17300, 在大台指的部分基础资产价值, 等于17300点乘200元等于346万元。 因此大台指的杠杆倍数为 346万元除167千元等于约20.71倍。 而小台指的基础资产价值, 等于17300点乘50元等于86万5千元。 小台指的杠杆倍数则为86万5千元除4万1750元等于约20.71倍。 但投资人必须注意, 这边提及的杠杆倍数仅是理论值, 在实际交易中, 可能会因为市场波动和其他因素, 导致实际杠杆倍数与理论值有所差距。 提醒投资人, 使用杠杆放大收益的同时, 损失也会跟着放大, 因此在使用杠杆进行交易时务必谨慎。 台指期与股票不同, 股票只要投资的公司没有下市倒闭, 投资人就能够一直无期限地持有。 台指期则是必须在每个月结算日进行平仓, 也就是当天强制卖出, 结算日为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 当日的一点半过后, 待合约就不能再进行交易。 那投资人一定会感到疑惑, 那如果我在到期日时还没有平仓会怎样呢? 若是在到期日仍为平仓也不需要担心, 台指期合约在到期时, 会进行现金结算。 期货交易所会依据结算价格, 对保证金进行调整, 若合约归损, 保证金将会被扣除相应金额, 但若合约获利, 保证金将会增加相应金额。 举例来说, 假如买进一口大台指, 结算时价格比买进时高出20点, 则将获得20点利润, 而每点价值200元, 则将获得20乘200等于4000元的利润。 若是买入一口小台指, 结算时价格比买价格高出40点, 每点50元, 则会获得40乘50等于2000元的利润。 台指期是具有高风险的投资工具, 由于其杠杆效应, 可能会放大投资者的获利, 但同时也可能放大亏损。 因此, 在进行台指期投资前,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其风险 并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 看完影片有更了解吗? 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给亲朋好友。 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是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见。